大家好 大家好 音樂會好像大聲一點 大家好 好 下午睡覺 尤其是三點 我平時三點多是在家最難熬的時候 在打電腦打打考不知道在打什麼 所以一定要動一下自己 就鍛鍊一下 誰聽到我說話的 舉左手 好了 再來說 誰聽到我說話的 舉右手 有人聽不到嗎 聽到嗎 舉得遠 好 麻煩你 我們要學習一下 手舉得遠一點 否則是示威的時候 人家看不到你 香港是示威之都 你猜他有沒有操控的 還是拔過來 不用了 今天的題目是 Fiona 其實是我的看者朋友 她叫我來講 我說什麼 我想是很短時間說了這個題目 不知說什麼 所以隨便找些東西塞了一堆 這樣就說了 我是搞天氣氣候 所以從氣候講起 但在氣候這方面 原來現在的天氣反常 和經濟怎樣運作有關 現在的經濟怎樣運作呢 原來是和道德有關 然後就是 如果這樣亂來 人會絕種 人會絕種那怎麼辦 但明明這幾十年 都這麼說 可持續發展 為什麼現在又不行呢 小心啊 我最近這樣插錯腳 所以我的腰弄傷了 人類的一個很違反自然的做法 就是做樓梯級 其實是不自然的 好了 好了 我有多久的時間說 一個小時左右 這裏挺好 這裏有個鐘 我不是經常想走 只不過我講話有時候 就是不懂得停 稍後要轉轉轉轉轉轉轉 一個小時 知道嗎 我會講一下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什麼 然後就是我自己最熟悉的 我會講一下氣候變化 這件事究竟現在是怎樣 它為什麼會出現 然後為什麼會出現呢 原來就跟我們怎樣生活有關 我們為什麼會現在在這個生活方式 就是看廣告學回來的 看廣告叫我們做什麼 叫我們買東西 整個經濟叫我們買東西 買東西原來有些東西不妥 那些東西不妥就是 大家都一起買東西 其實會做一些不道德的事 不道德的勾當 稍後會講一下 接著就說 現在這樣搞下去 所謂可持續發展 就是不可持續發展 我最喜歡講的題目 包括人日夜我太詳細 就是不可持續的可持續發展 後面的可持續發展就加了一個寶寶 好 接著我就說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是什麼 那我就說我自己怎麼想 那我就覺得 要想自然和人性 兩種東西 可持續發展 什麼叫可持續發展 雖然我寫在這裡 那可不可以找人說話 讓他們不要睡覺 可持續發展是什麼 不要看著 對 隨便說 可以繼續做什麼 可以繼續做生活上的事情 我們可以繼續有生活 我們可以繼續有生活 其實這句話很深的 不是講生存 生活 生存 就是吃飽 睡覺 不死得 這叫生存 就像一隻動物一樣 我們做到人 要講生活 我這裡寫了一個活字 不只是講生存 而是講生活 我們一輩子也覺得好 那也希望後面那些好 爺爺兒子 我們一定要保證你們的生活 好的 其實這件事講了幾十年 大概六零年代開始 大概七零年代 比較開始 就確實了可持續發展 英文叫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台灣叫做 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好 所以說 我們人類不會絕種 人類這件事會一直下去 第一 如果這樣也不行 那就沒用 所以第一件事 要人類一直存在下去 第二 就是 以後的人 都可以除了生存 還有生活 什麼叫做生活 和我睡得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進化生物學 進化生物學 都決定了 如果不睡覺有好處 我們人類是不需要睡覺的 但是我們竟然要睡覺 就是睡覺有好處 所以你們要記住 要多睡一點 因為我們已經幾百萬年來做了實驗 吃得好 會睡 會睡 睡得著 有什麼事 這樣就叫做生活 我忘記了大平 吃飯 有得玩 好東西 香港人就忘記了玩 你 你是不是還在做事 奸私 是的 其實 你當然有得玩才叫做生活 沒有玩 我經常跟別人說 上班為了什麼 每天上班是為了下班 如果不能下班 我會上班 是嗎 是嗎 對嗎 或者我 天天不斷上班 為什麼 是為了放假 沒有教訓 我上班為了什麼 譬如說 我每天上班 每天上班 為什麼 就是為了退休 不用工作 做事是為了不做事 你知道嗎 這樣才叫做生活 是嗎 如果從早到晚 你做機器 哪來人 活著 活著就是有辦法聊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是有辦法聊一下 從早到晚都不能跟別人聊 很快就會瘋了 所以生活生活的活字 你看看 一條舌頭和幾點水 是說話噴口水 你回去記住這件事 生活一定要包括和人聊 即是人的生活 是和人聊 因為人和其他動物有什麼分別 就是我們會說這麼多 你們可能聽到習慣 很多人都聽到說 可持續發展 就是這個世界要看經濟 社會 環境三樣東西 要配合 然後盡可能找到一些平衡 或者妥協 然後找到一個中間的路線 做事 一直做下去 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人讀可持續發展 好像我剛才說的 對嗎 就是勉強 你學的都是怎樣的 就是要滿足他們類似的需求 或者應該生活得更好 我其實以前寫得更好 不過最後好像不可能 一樣好 一樣好就很厲害了 那就是三方面 平衡妥協 是不是這樣說的 是不是 平衡 你不說妥協 平衡就是妥協的 好了 但是我後來想了一段 他們忘了一件事 我說平衡 那發展什麼才行 是吧 很有趣的 如果你要拆來拆去 你發展什麼 你要發展什麼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 你現在發展什麼 是吧 忘記了說 這是很基本的錯誤 因為忘記了 所以後來大學要教 教授要說 演繹了什麼 有經濟發展 社會發展 不過你們好像還沒聽到環境發展 有誰聽過環境發展 沒有人提到這件事情 只是說破壞得少一點 可不可以 一開始就已經是環境妥協 什麼叫現實 走過幾十年的現實 我現在相信是Google Google上面說的就是現實 我某年某月 按進去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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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發展 按進去 英文我就打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這樣就 一聲回來 有這麼多個 你們有沒有打過Google 按下去 它說這個世界有多少件 有這個詞 你知道嗎 有沒有人不使用電腦 在這裡 我們去查東西 是可以這樣 打個詞 它給我一堆東西 說這個世界有多少件文件 那麼 中文就六個 英文就六十六個 英文就六十六個 英文的文多了 好了 大家猜如果我打社會發展 是多少 你猜我打社會發展 不如我們選英文吧 你猜會是多少 隨便說 七十多嗎 三十 三 你很卑姑 人類 十 大家心中有個數 我也打到環境發展 英文來說差不多三倍多 即是差三倍多 中文就好像一對二一樣 粗數 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的 所以社會發展多一點 哈哈哈哈 好了 接著我打環境發展 我告訴大家 我不逐個問 大家心中想一個數 想一個數 想到沒有 你看看 外國人世界 你以為他們很環保 你看看 差多少倍 一百倍 外國人是差一百的 我們中國 我認為中文就是六倍 是不是 我沒有計數數 沒有 不過環境發展 我查清楚 其實有些就是 要改善投資環境發展 發展經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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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會弄出來 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因為他不知道是全民好理 所以這些1.1 都是假假的 但是畢竟給了我們印象 其實這個世界 說就說什麼 三個因素 有什麼平衡 結果肯定是環境妥協了 環境妥協了 那現實是什麼呢 按錯了 嗯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 其實很明顯過去那幾十年 經濟最大 在社會主義的國家 說說社會發展 在西方已經低很多了 接著說環境發展 根本沒有人記得這個 是這樣的 說起來就是環境影響評估 總之小到可以接受就走 根本上從來 環境一定是負的 另外兩個可能性 其實這段時間 是完全想錯 和名為發展 實際上 一定是破壞自然 起點就是這樣的 所以想起樓一定去交易公園 因為有很長時間 還有大家都知道 這幾十年之內 我們的落後國家 就像中國那樣 為他人作嫁衣償 我們不斷做些事情 給歐美國家的污染 放在我們那裡 然後放上天的二氧化碳 進入中國的數目 其實他們如果計算那條數目 譬如說 聽不懂 聽得懂 如果美國人買一件衣服 其實做的衣服要放很多二氧化碳上天 但是那些二氧化碳 譬如我在中國做 就算在中國 就說我們在中國放很多東西上天 中國放上天的二氧化碳 有百分之二十多 是做出品貨 那就是污染、破壞自然 砍別人的樹 因為做傢俬一定要砍別人的樹 在我這方面看 氣候變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人類在地球上生活 氣候就決定在哪裡你可以生活 氣候是第一的 那裡基本上冷得你不能住 或者是冷得你不能住 你不能住 所以氣候是第一 第二,那裡有沒有東西吃 看一大地方住不住 第二,有沒有東西吃 但是那裡有什麼東西吃 都是關氣候的 那裡的氣候 因為你還可以種出麥 你還可以種出麥 沒有的 如果你去熱帶地區 還不出麥 結果就挖一下地上的芋頭 或者是番薯仔 是這樣的 所以氣候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氣候變化 一直叫做危險氣候變化 其實是有幾十名詞 就是說會影響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氣候變化 這是以人為中心的危險 其實是這幾十年 如果我們在這幾十年所做的事 是威脅到人類生存的話 這些還算不算是發展呢 因為很多人都說 這幾十年來發展得好 我們要繼續發展下去 其實他們一直都在想起樓 或者是起樓 好像是起東西才是發展的 最討論的是香港的建樓 那幫人叫自己做發展商 其實他們只是地產商 我們從小就聽得多 被他們騙了 以為發展了一定是起樓 或者是起樓 但是發展可以不是的 因為過去那段時間 這樣的所謂發展 其實最後那三四十年 這個世界是很大的變化 大家要記住 過去那三四十年 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見過的事情 是很可怕的 現在這些事情搞得人類生存也可能不行 這樣還可以叫做發展 因為發展這個詞是有一個正面的意思 如果搞得人也幾乎會被釘蓋 那怎會是發展 對不對 這很簡單 其實前兩天我都查過一次 大家看看有什麼分別 中間我不知道Google改了什麼 所以全部都少了一些 不過你看個比例 我們主要看經濟和環境發展 幾個月前是6.7對1.1 即是六倍 但是幾個月之後變成這樣 其實過去那一年 有些很大的變化在中國發生 我檢查 都是那個Google 除非我去錯了另一個搞Google 都是那個Google 我都是這樣打發 其實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麼 我想了一會 為什麼會突然間在幾個月之內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有沒有人敢猜 我也是猜的 這幾個月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中國人會突然間 你看看很奇怪 經濟 環境發展比經濟發展還大 就是說突然間 其實我已經檢查了很多年 這麼多年來 順便的比例都差不多 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這個大國那個 這幾個月或過一年發生什麼事 什麼 霧霧 PM2.5霧霧也是那堆東西 就是一顆紙在天上看著蒙沙 就直接看到 空氣也看到了 死不死 空氣應該看不到 無色無眉無臭 看到了 怎麼搞的 是嗎 英雄所見略 霧霧 令中國人突然間發覺霧霧就是那天蒙茶茶 那些人叫做smoke 其實就是smoke加Fog 就是煙和霧 煙霧 那些人叫做煙霞 被人罵了 現在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不可以說霧 因為霧好像污染物 就是環保處的 那個霧就是環保處的 不關我們的事 所以我們唯有說煙霞 那人們問我們那些煙霞是怎麼來的 我們說原浮粒子 我們不敢說PM2.5 其實我根本上可以 我現在在香港是聞到轉北風的 一轉北風我就知道 中國是為別人發展 我們那些廠是做的都是給別人的 但是污染是給自己的 我覺得是很大的反應 因為突然間發覺原來呼吸是比經濟更重要 現在很多年輕人問他 你沒什麼會死的 有很多人做過研究 第一個答案就是電話 第二個答案就是電腦 空氣和水排到第九、第十 不是說真的出現過的 在一些先進國家 但是其實我們要記住 說到尾 我們真的是一隻爺 我們要呼吸 要吃東西 要喝水 三樣東西 作為個人能夠持續生存 就是這三樣東西 空氣 有水喝 吃東西 為了延續的話 當然還有很多事情 就是繁殖 繁殖了之後 他生了出來 他長不長得 還是要說 吃東西 其實今天我們應該 我希望你們離開這個房間的時候 記得呼吸是比經濟更重要 很多人忘記了 北京來的朋友 在十一月下來 那天我們在香港在吵聲聲 說那些空氣很污染 我跟他們說 我跟他們說 你們在香港有什麼印象 他說香港的空氣很清新 我不敢出聲 其實那些人適合香港人吵 很髒 但是跟北京相比 是不能相比 如果是這樣 連首都都這樣 國亡 其實國家亡 中國離開亡不是很遠 我覺得 這裏再說回氣候變化 有些人還在說氣候變化真是假的 是不是那些環保友說的 嚇我們 是否靠嚇的 其實不是 是科學家說的 這個圖 其實是剛才9月27日去年發表的 從1850年到2010年 每十年一個平均數 全地球 看一看大勢就是上去 那些氣溫就是這樣上去 有多少波動 不過大勢 如果你就這樣操控 大勢就是這樣上去 是不是這樣 如果股票指數是這樣 你說它接下來會升還是跌 跌啊 不知道 以正路來算 現在股票會繼續上去 所以現在預測未來的氣溫也是繼續上去的 原因很簡單 噴了二氧化碳 上天有溫室效應 那些我不詳細說了 因為大家應該聽很多 但大家留意 1980年之後 是很厲害的 完全不一樣的 1980年 有誰是1980年之後出生的 一個 也有幾個 你們知道嗎 是你們搞壞地球的 是你們搞壞地球 你們出生之後 我的世界就變壞了 你們是最大的我們 我想我從出生到現在用的能量 比你們在80年代到現在用的能量少 比你們在80年代到現在用的能量 休息一下 認罪一下 基本上 1980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彎 很少人留意到 其實1950年開始 打完仗 工業 接著是貿易 接著就陸續有人進入城市 因為看美國的電影多 覺得住入城 有屋住 很威風 所以很多人住入城市 城市有些機會 有公穩之類的 接著有人說 消費推動經濟 消費推動經濟 大家都花錢大家都發達 我其實只是在做物理 從來 Row 想著想著決擲 有可能 錢是連排錯 但 growth 也會發展 沒有利息 走來走去 如果世界也有那麼多錢 大家一起發達 你在搞壞地 沒理由 原来是有理由的,有人在这里印减价子美国 不要说这么多,说回来 消费推动经济,总之在50年代开始浮出来 其实是不能证明的 不过他说说说说,大家都相信,就相信了这件事 然后60年代,竟然是60年代开始 这个世界出了电视,电视里面有个人说 这件事塗在面上很漂亮 人们看到人说话,大多数都相信 因为这种动物的特点就是信人说话 如果人的特点是不信人说话,就没有人类 因为全部都散开了 所以人的特点就是信人说话 电视就会利用我们这个约会 所以你们以后不要看电视广告 推动经济呢? 推动经济是糟了 不停买东西,不停放东西 就做东西用很多氧化碳 这个图就是有些人 去到2009年,美国人终于都说 气候变化是真的 不过接着小布薯仔就说 那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是气候变化的 因为世界都是起起落落的 我们也知道,唐朝暖过现在 有没有人知道唐朝暖过现在? 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吗? 这个小朋友是历史专家的 其实很简单 你看看唐朝那些侍女画 那时候是乱的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 是一条薄沙 如果是冷的话怎么办 所以有些人就说 气候是血落落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家 能够有比较确凿的方法说 这里是什么呢? 让我们数学佬、物理佬 知道天上的空气是什么成份 我可以计算地面是什么温度 这个就是 2007年发表的图 就是说1900年到2000多年 黑色那条线就是观察到的地球平均气温 蓝色那条线是什么呢? 纯粹是自然因素 就是说 在电脑里计算而已 我们很容易 就把我们人类放上天的二氧化碳 拔走它出来 只是计算 如果人们没有放这些额外二氧化碳 上天的话 最初也算是日末差不多 但是到了80年 你看看 这里是80年 到了80年之后 就打开了 看到吗? 80年之后有些东西不同的 科学家可以把人类放上天的二氧化碳 全部推下去 一推下去 加上人为因素 譬如我们烧煤 烧石油 不然会放二氧化碳出来 折下去之后算出来 基本上是一样 其实这些电脑很聰明 这里有个火山爆发 它也会继续温度跌的 这里有个火山爆发 它也继续温度跌的 其实它可以照顾很多事情 其实在2007年出了这个图后 基本上没有人考虑了 最新的2013年报告 就是几个月前 9月 就说全球暖化肯定是 然后它带来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 除了暖一点之外 还可以那些地方 就是这里本来下雨 那里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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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气系统歪了 然后刚才那图 很肯定地说 是人类搞出来的 是透过人类做些东西 搞到放了二氧化碳 还有其他的溫室气体 大家听过溫室气体 就是放了一些空气 放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 额外空气 暖了 在联合国发表的一个新闻稿 现在有中文的 学校普通话 学校简直字 你懂得英文 懂得普通话 中文 可以去联合国当官 去联合国当官 不懂说广东 你懂两种语言 两种语言 中文和英文 准备好 历史感这么好 再联合国 在2007年 就说 九成肯定 在今年出的那一刻 九成半肯定 九成半肯定 你要当做事 要做事 你不可以说 你还有五成 不知道是真 五成 九成 还有半成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我拼一拼 拼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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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应该要留意 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报告说 我们正在向危险的 会影响人类生存 串亡 就给大家看看 其实这二百年 我们现在的戀 因为二氧化碳多了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历史 这里就是现在 这里就是一万年前 这里就是说天有多少二氧化碳 下面就是小上面 大约八千到一万年前 地球出了农业 农业是最后这一万年出现的 一种农业就开始影响地球 因为我们要多斩些树开田 那一棵木斩下来 就会化 化了 就会化碳上天 所以我们在农业出现之后 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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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树完在一万年左右 就会升到二百八十年 用了一百年 用了一百年 升到一百年 百万年前 就会ガス rede ι约 以二十个单位 那看 农业革命来好了 日知道100连年左右 去到1976年 次率到330 上升了五十个单位 三三零减二八零就是五十 对不对 對嗎? 對嗎? 但是接著去到2006年就變成380 就是說由工業革命開始 到2006年就升了100 100個單位 有一半是最後的30年 就是你們的80後 你們的80後 你們的80後一出這個世界就變了 我們這些出生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賣柴 燒柴是不影響世界的 燒柴也有二氧化碳 是沒有問題的 你噴出來也有二氧化碳 但不影響氣有變化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噴的二氧化碳 本來就是二氧化碳 在天上 光合作用 就跑到那棵菜裡 聽不懂嗎? 跑到那棵菜裡 然後就吃到土 然後變成養分 到養分 你呼吸的時候 把氧化碳的氧化碳 放出能量出來 我們是內燃機 裡面一直在燒東西 知道嗎? 不是在你的血液裡面燒 聽不懂嗎? 很深入 譬如我們為什麼現在可以動 不怕冷 因為我們是內燃機 而是內燃機 不過不是明火 而是陰火 我們噴出來的二氧化碳 本來就是天上的二氧化碳 只是上天而已 是不是? 好像是 是不是? 他聽得懂 後面知道我在說什麼 天道循環也沒有問題 東方思想說天道循環 循環也沒有問題 西方經常說發展 向前衝 他們有一條線 我們是騰騰轉的 騰騰轉是無恥無蹤 不會滅絕 一條線走 一天就撞到一條牆 一到原來就跌了 他們是linear development 我們是circular circular 無恥無蹤 大家留意 原來到了1976年 80年代之後 很大變化 然後 由106年到2012年 相差六年升了十幾個單位 我有一段時間講這些圖 我發覺我每年都要退一退 很害怕的 怎會有些東西每年都要退一退 地球很大 外星人一看這個圖 就知道這個星頭 有重大事件發生 一定是生物搞出來的 而且這樣變化 變成生物大多數會死 聰明的外星人 蠢的外星人就不知道 如果聰明的外星人 他用分光而看到我們有多少樣化碳 不是嗎? 星球沒有這樣 星球要不然會爆發 零幾秒就沒有了 要不就幾千年幾百年 這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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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十幾年 當然是動物搞出來 而且有幾大隻的動物搞出來 是嗎? 代替他們來說 這個星球患了癌症 你知道癌症是什麼嗎? 人 我們人是地球的癌症 說得我都慶然 大家留意 這個圖要分析清楚一點 1800、2000 其實在1950年或者60年之後 它已經升了 越升越快 這與城市法很大關係 這樣飆發 二氧化碳 由280變成394 多了多少? 有三分之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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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分之一 當這是三百 當那個死百 是三分之一 多了三分之一 那就是 以前是三分 現在是變成四分 你現在吸的空氣 裡面的癌症發碳 有四分之一 是古代亡靈的氣息 你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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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給我們聽 為什麼叫做古代亡靈的氣息 四分之一 是 吸的 吸口嗎? 哈 哈 哈 吸了啊 哈哈哈哈 哦 嘩 其實呢 但是這樣子 這個世界不太增加太空氣的 那些二氧化碳本来是天的 其实多了现在的四分之一是什么呢? 是烧煤、烧石油 变出来是额外的二氧化碳 额外的 刚才那些是循环的 我认为额外的 煤和石油是怎样来的? 就是古代的东西死了 埋在地上 是死了的东西 你用来烧回去变回来 这就是亡灵的气息 天的动物 明白的举手左右可以 有些人不敢举得很高 那你就问旁边举得高的那个 一会儿 其实有些人会说我们吸入新鲜的空气 新鲜的头 四分之一是古代莫领 我们已经搞成这样 其实想想想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 其实我们现在麻烦的来源就是额外的二氧化碳 就是天上有额外的二氧化碳 就有额外的温室效应 所以额外这么暖 全部都是说额外的 我们不断发电 其实物理佬是很坏的 发明了电 然后弄到可以供应到家里 物理是很坏的人 然后最后有些工程佬 就弄了电线出来 我们用烧煤和石油去拿出能量 这些能量 其实这些能量是古代的阳光 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的灯光 其实是发电发出来的 发电是怎么发的? 发电是烧煤的 那些煤当然会有能量的 古代的光合作用 把光弄在木头上 收到地上 然后在烧煤的时候 就放出来 听得懂吗? 我们现在的灯光 你以为人律式造出来 是古代的阳光 你现在不是活在当下 你现在活在几亿年前的阳光之下 所以当下是连接了几亿年前的世界 当下很多人很流行 说要活在当下 他不知道活在当下是很深的 但是当下是连接过去的 还未来的 就当下是孤单的 但是连接了几亿年前 我一想想几亿年后 我整个人是通透的 但我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连接过前后 古今几多亿年 好了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现在的麻烦 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来 在地上挖的东西上来烧出来 这是最难问题的 那谁挖出来烧呢? 这是1850年 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完成了 这是2000年 这里有150年 这是每年大家喷多少氧化碳上天 这个面积就等于总共喷了多少 1980年这边的面积 我看了一段时间 我发觉它的面积 就差不多等于这边的面积 粗素 就是说 人类这200年放上天的氧化碳 1980年放的量 和1980年之前放的量 一样很多 其实我们珠江三角洲过去的那几十年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工业 是比当年的第一代工业革命很厉害的 我们珠江三角洲很厉害的 这里因为俄罗斯解体 苏联解体的经济差了 所以用少了 幸好他们的经济解体 我们刚才没有那么厉害 否则现在更流行 北美之后当然继续去 中亚也很厉害 中亚也很厉害 中亚也有什么乌子别克 乌子别克 塔吉克 吉斯 这种橙色是远东 远东也包括日本和中国 我们中国是1978年改革开放 那时候大部分都是日本 后面有些是中国 怎样可以说我们中国是最大坏弹 李过成说我们是最大坏弹 看不清楚 以后知道 谁说中国是最大坏弹 你告诉他们是假的 谁破坏气候最大 是不是中国 谁说是中国的 举手 我不会打你 谁说不是中国的 举手 其实有很多哲学问题 又是又不是 一些教授当然说 又是又不是 是 现在我们每年放上天的数是最大的 不然我们人口这么多 怎样可以这么计算 我简单说回刚才那些东西 工业革命之后 科学放大了人的力量 然后批量生产 所以有工业 工业出了一些东西 要骗人买 又有贸易 要骗人买 人家不肯买 打他 于是有殖民主义 然后有帝国主义 是吧 其实全部都是这样搞的 不要说那些古灵之怪 再说回正路 就是 有生产有贸易 在城市的人 有信息 知道哪里欠一些东西 哪里多一些东西 胡通有无 这些人只靠信息 不用自己生产 都找到城市 城市生活很好 所以城市 因为他们有信息 和知识 控制了世界 那些人就全部都住进去 住在城市之后很闷 不和德国人 经常在乡下和人家吹水 回到家里 没有人在城市 搭同一架电梯 都不看他 不知道看哪里 生活这么孤单 这么寂寞 于是就要靠买东西 围住自己 然后就说这些东西围住的人 就是我 靠买东西建立自我 然后就说 推动经济 买东西就说 我现在推动经济 香港有个 hobby 全世界没有的 叫 shopping 香港有人填 shopping shopping是什么 买东西 shopping是 hobby 哪里有人填 shopping做 hobby 鬼路一定没有 是吧 想想想 生产、运输 去到商场 商场方死你 不来卖广告 然后 现在每个人跟自己 做生意的借钱 去爆发那间金融 那间金融 自己什么都不做 人坐在那里 左手来右手去 就在中间赚了钱 那时候他的社税内 是特别威胁的 用很多冷气 因为我有钱给电费 是吧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去到写事楼 开完会关灯 关灯 关灯干什么 我省点 我省点 我有钱给 有这样的人 有很多能量 做事要用能量 一般是美国书菇 在美国运过来 冰热的 是最浑吉的 那些是牛奶和水 要在美国运过来 是很浑吉的 我们被人的品牌 被广告骗到我们都离谱 但是同时 你买一杯美国冰淇淋 或者瑞士冰淇淋 其实你正在做坏事 放了一些不需要放上天的影化碳 买东西越多 你会罪越大 每件贴摄 每件贴摄 每件贴摄不同 大概是20公斤的影化碳 如果那些在乌兹别克拿棉花 在巴基斯坦继续的线 在泰国变成快布 入深圳财了变成衣服 运到Los Angeles 运到这一部 然后运到香港 那件贴摄不止20圈 不过随口说20公斤 20公斤 买5件已经100 50件是一吨 香港人 我想有很多人一年买50件衣服 有的 香港人每年买的衣服是以千万计的 是呀 很厉害 总之就是因为这样用很多 要用很多能量 于是就要烧很多发射 然后搞出气候变化 全球暖化 这个是1980年之后的加速 1980年是一个分水量 不只是搞烂气候 比如这里就是说婆罗洲 大家知不知道婆罗洲在哪里 在香港南边 香港南边 一个很大的岛 大部分是印尼的 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 全部是二带玉林 1950年好地地 1985年已经开始这样了 接着呢 中国改革开放生 很多人以前都没有家具 我试过在一些穷的地方游流下 突然间我的村民都要拉我进去那间屋里 说我家里有个櫃 要我去看看那个櫃 因为他以前没有一个櫃 有于是中国人突然间生活好 就不断断别人的树林 现在 我说到了2010年 估计是这样 2020年的估计是这样 不用去到205年就没有了 其实过去50年的粗数 就是斩了百分之五十多月大月的粗数 很厉害的 我们中国人 这些最后几十年 建了柳洋的木头 做傢俱 中国人一人一绿木 因为世界都斩了很多树 你知道吗 经济发展 唉 但是这些树刚刚我们用来吸收了我们 把我们扔上去的较氧化炭 本来那些树 它是最好的 其实它来吸收了较氧化炭 变成了树叶 那些树叶就掉到地上 然后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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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棵树就不用大了 不过它不断扔那些树叶在下面 就帮我们拿走那些氧化炭 听到没了 但是现在 我们刚刚把这些树帮我们给摔 那只手斩了 死了两边 所以人的能力很高 不过他不知道原来自己断自己的根 这里开始碰到经济了 经济是什么?很多人说是买东西赚钱 不是的,经济本来是经世制民的意思 经字是什么意思呢? 经字是三个弯弓然后下面一个弓字 其实是一个古代积布机 它是一个古代积布机 有些条件就当然试过那些快捕器 就是说有条例的意思 经济真的是令这个世界有秩序 有某些运作方式 制民就是这种运作法 还是令人有良好够的 对人有好处的 经济是为了对人民有利益的 经济是为了少数人是拥有很多钱的 不过很多人讨经济是想着发达 他也不知道经济本来是这样的 economics 本来是economy economy其实是省钱的意思 其实经济是怎样经济呢? 其实古代很久以前已经有贸易了 但是它是胡同有无 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没有 我说给它 但是它有些东西我没有 那就换吧 其实贸易的意思是交换而已 对不对 我很喜欢看这种文字来讲古 贸易是换东西而已 所以这个经济就是用贸易来做那个经济 然后希望大家生活也会改善 因为互通有无是大家生活也会改善 有些东西没有就变成有 好了 我想了一段时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自从有工业革命之后 有工业革命之后 有些很聪明的人 老板级 就是在天上拿一些东西不用本的 自然材料 在工厂里做了一些东西 做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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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场那些产品 就会有些人看到 就会买 就走过来 哇 他又不用本的 他不用本的 是无本生来的 工厂运输和商场都有老板 他有利润 最离奇就是第一个 他是无本生来的 把天然的变成了 在地上执着沙 然后拿着盒子 就会告诉他 是神沙 这样他就赚了钱 所以很有趣的工业贸易 是将完全不用本的变成了钱 所以他要加多利润 他当然叫你买多些东西 于是他就告诉你 消费对经济有好处 其实你买东西是在做善事的 又或者 今天就叫做Model A 明天就叫做Model B 明明你的A也行得了 你会换到B 是这样的 令你买 糟了 你不断买东西 虽然他会出钱给你 但是他叫你猛个去买东西 叫你猛个去买东西 的话 那些钱就向上流 在这个图上 就被人赚了 人家是无本生来 有你便没有东西 拿了一些产品 原来不太需要的 给了垃圾 就制造垃圾出来 现在的现代社会 为什么香港有这么多垃圾 将自然给垃圾 这是经济做的 有人觉得很不舒服 原来这世人在做这些事 有人希望这样的资本主义 希望某种平衡 大家都有好处 或者那些人很有钱之后 就会找一些不太有钱的人 去服侍他 不太有钱的人 去服侍他之后 有些钱就叫中等的人 服侍他 中等的人有些钱赚 中等的人都挺有钱 找一些没钱的人 叫他服侍他 这叫做Trickle Down Effect 什么中文 总之滴楼效应 上面的人很有钱 也会滴些东西给你洗 不过 从80年代开始 证明这件事是不出现的 最坏的就是帮我们制造垃圾 其实我们气候变化和全城垃圾 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买东西买得太多 香港人买东西买得太多 不过时间不短 还有就是 你愿消费贫富元素严重 他无本生利 但是你扔真钱进去 那些钱都在他那里 就是这样的 现代的经济 就注定在製造贫富元素 是注定的 然后呢 其实1980年到现在的经济更厉害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消费主义推得很行 有些广告 直接有很高深的心理研究结果在里面 行 总之他想尽办法 就是塑造你的脑袋 其实是你每天坐地铁都被人洗脑 所有的巴士都被电脑 被银幕在那里洗脑 最惨的就是他们用人跟你说话 是会相信的 随时我们看到那些广告是山边白色底 用粉油在那里写一些蓝色的字 什么印度神油 没有吸引力 有没有人见过那些广告? 没有人见过那些 有没有人见过那些白底蓝色的广告? 有很多 你们要记得告诉别人有这种广告 最惨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范畴的影响中 也是那个图 但这次我留意的是 为什么没有一个一 就是工厂、运输、商场全部都是用能源 如果你们不断买额外多的东西 就会放更多 那就要消化石燃料 要消化石燃料 即是煤、石油 那就可以做出二氧化碳 那就可以上了个天 所以你不断吹谷消费 结果地球的暖化是加劲 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经济的运作和气候变化有关呢? 就是这样 但同时你也看到制造垃圾 它也是把自然变成垃圾 好了 我想说的话太多了 现在开始给你们看看 气候变化有什么效果 会影响什么 譬如暖化 当然越来越多些地方会酷热 酷热的时间很长 2003年的欧洲 事后看2003年欧洲很热 那年实际上他们的夏天 额外死多了三万多天 所以欧洲比较早些气候暖化 因为它是血的教训 它死了三万多天 有没有想过 气象局没有告诉别人 现在很热 结果热死了 后来学了香港的文台 发酷热警告 我们比他们的 我们在2000年已经发酷热警告 有些人说 谁都知道 三十几度 问题就是 那些人对数码没有反应 你说是酷热警告 那民政总署不敢不工作 三十几度 他们说我不懂 我怎么知道要开 原来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香港看 香港除了全球暖化之外 还因为我们城市有个热岛效应 这图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年有多少天 最低气温高于28度 即整天都是28度以上 就想着晚上会凉 谁知道不肯凉 那副机器就不适应 我们的副机器 是天然调教到 是预期慢慢凉下去的 整晚都在28度上 那人会哭哭的 但是你看 还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想着长期病患者需要援助 我怎么知道 因为如果出现这样的日子 平安中就会有很多人禁止 一百个禁止 有十个人要进医院 这样 这里是百多年资料 在1900年到2009年 即是上世纪初 甚至我在这里出生 我们这段时间 一年是两三天 是这样的 这两三天我们很容易过 要是在街上 在街上没有那么多车 在街上涼一点 有风 或者睡在天台 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你看 这里是1980至1989 基本上上去 香港也是在1980年之后发生出事 1980年是很神奇的 现在这个图在上面 一年都有20天 20天 就是以前有两天的奖者要禁平安中 现在有 立刻禁 现在有20天要禁 十倍 就是说天气热 是影响什么人 影响那些比较弱势社群 孤独无助 就是生活环境比较差 他们是自防护自己 比较低的弱势社群 就是气候变化欺负人 欺负人 欺负人 还有气候变化 天气系统会移位 极端的天气多了一点 我只是举个例子 美国东运的台风多了 因为在美国大西洋的海水很暖 这是00年 这是2000年 蓝色的海水温度 大概在那里上升了 来到1980年 1980年之后不断升上去 1980年是很奇怪的 红色就是台风的巨风数目 一起飙升上去 其实这个图我看得很高兴 你美国人做得坏事 也不知道怎么弄你 我们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没有增加 周围的台风没有增加 是大西洋的台风有增加 有少少公道 然后很多台风也有寒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欺负穷人 虽然美国有钱 但是2005年Catrina打的纽浩良城 结果是什么 是穷人受灾 那些人走不了 政府叫大家撤退 有钱人就开车走完 没有钱的人站在那里 那些风打到来 还在跟承办商 在谈判 开车一架多少钱 那些小政府 大市场 车都在外面 要跟人租车 那些人 哇 你要我跟人不浪架 政府官员 他浪得这么高 我就不敢租 因为迟些 如果那些议员骂 为什么你平时租车一元 你租车十元 他又不敢 所以结果大家都说不完 那些风都打了 那张合约都没说完 小政府是不妥的 我们中国自从胡温上台之后 学习了 有台风掃过来 大概是福建 浙江 由这里到这里 全部沿海的人撤退 一声零下 省委叫市委 市委叫区委 区委叫佳佳落到村 全部人走 书记住后走 欣慰走你不准走 当然要做 一旦是党专政有这样的好处 而且他说要蒸你辆车 谁敢不借 不敢浪架 那就是 我们中国这段时间比美国 其实过去那几年 每次撤退 都在说几十万人 只要离海几十公里 就基本上安全 台风是很差的 就是外面的几十万人 你看看 这个是美国 总统整个礼拜后才去那里看 不过菲律宾那个 没有说到你还没死 但是你看看 在美国 因为他在纽澳糧城受灾 都是窮人 气候变化 令他打得多台风 在富庶的国家里面 但是有窮的人 气候变化就是欺负窮 其实这个很不公道 要是有钱人放二氧化碳 有人说中国放很多二氧化碳 这个是2010年的数字 我们占了地球四分之一 就是放上天后的二氧化碳 好像挺厉害的 美国也经常用这东西来打我们 但是你看看美国 加拿大澳洲 这三个 其实人很少 加上还有他们的盟友 日本和欧洲 加上他们这班人 是98亿吨 中国是83亿吨 其实这班人才是坏人 不过他们的国家 当然放得少 所以不公道 他们这班人占了百分之二氧 你看看 加拿大和澳洲很尼泊 澳洲是我们香港三倍至四倍人口 他放了二氧化碳 是地球的1% 澳洲很离谱 澳洲很大 澳洲的环保 我说你被他欺骗了 他是地大人少 你到处看不到人 你以为是环保 其实他们浪费能量很厉害 这里要告诉大家 谁在破坏地球 中国是破坏地球 不过 你想想我们多少人 这两个国家放的不少 这就是因为人多 这就是因为他出石油 石油 烧石油不用本 所以他就烧这么多 哪些人破坏地球的力度最大 我们要除人头 这样才公道 你看看 美国 这是2010年的数据 美国每个人放18吨上天 澳洲和加拿大都放得多 澳洲和加拿大都放得多 这三个国家 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环保 但其实他们是坏 日本和欧洲是自己一堆 大概是他们一半 欧洲和日本生活都不错 但人们放一半的原氧化炭 人家的生活是没有那么浪费的 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洲人是很坏的 我以前只是罵美国佬 我以后看看数据 原来澳洲和加拿大都很坏 这里没有中国 中国 中国六 在1990年是22 我们中国很惊人 从1990年到公元2000 中国村 怎会有2010 正好 现在是2014 我还以为现在是2010多 二十年之间 我们中国人 拉返来计算生活 可以说升 改善了三倍 用得能量多生活就好一点 但是 跟他们比较好一点 所以美国整个人说中国是坏子 但是我们是坏子 人多 但是如果我们除人头 我们的生活跟他们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们用的能量是高效率 我们用的能量是低效率 香港 香港是五、六岁 我有一点懷疑 在新加坡的数据 我有一点懷疑 2009年是5 2003年 我大多数都是改变了计算法 但是我们也是比较低 香港为何那么厉害呢 因为香港的交通基本上是公共单 所以地铁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看看 繁荣是否一定要像美国那样的繁荣 我们可不可以像欧洲那样的繁荣 可是美国那样的活动 美国那样的选择 内表较少的 它们会像是很难乱 黑電腦液氧化碳上天 印度是容易的 我去過印度覺得印度人很開心的 其實這些送字是緬甸、北丹那些是0.1 人家也很開心的 現在說回能量 美加澳加上全地球的5%人口 但是它用了21%的能量 這是2012年的資料 即是它 如果我拿一個比例是4 即是說它很浪費能量 看不清楚 歐洲其實是英法得以西 中國是地球的20%的人口 用的能量是地球的22% 其實這裡你馬上可以看到 我們的人口是美加澳的4倍 如果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就像它那麼好的話 我們其實要用80%多的地球的能量 聽不聽得懂的數字 80%多的地球的能量 誰是魔鬼 當然不是中國 雖然我們正在向魔鬼的方向 其實魔鬼是美加澳 歐洲 日本 少許 這裡有一個問題 有錢人就享受 但他們放很多二氧化 但上天他們生活非常好 如果說地球暖化他就開冷氣 地球暖化他就開冷氣 沒有問題 他們一點問題都沒有 因為氣候變化糧食短缺 他有錢人就到處去買食物 所以有錢的人是不會捱氣候變化的 哪些地方捱 弱勢的人就要捱了 因為現在的估計是 熱帶地區 或者在這裡 那裡要不要上去 那裡 先坐住 你們現在不坐不行 就是 弱勢度熱帶地方 糧食減產 但是很不公道 中緯度 北緯40度左右的糧食生產會有一段時間增加 他那些人是做臭小子 結果他的糧食會增加生產 我們下面那些人要捱世界 就是這樣 窮人就要捱世界 這個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不公義就是 有錢的國家浪費的那些人就賺 但是他會害人家窮國家的人捱世界 因為他們也沒有自救能力去頂天災 所以這次就是越窮越見鬼 所以其實那些富國 我不敢說他們全部的人 他們或者也不醒覺 但是其實他們在做一件非常不公義的事情 就是我歎世界 你捱世界 不關我 然後人家說想改善生活 不行啊 你們改善生活 要用多了能量地球軟化 你們千萬不要 2009年 那個國際會議 那些人家說要減排 他們說我不肯減 要減就一起減 你說要減一半 我減一半 你也減一半 但是等於他是300磅的大隻佬 我就是90磅的磅骨 一起減 他減到150磅很健康 我減了一半 49磅 45磅 死了 是吧 美國說的話是完全不公道的 聽到沒有 這些就是嚴重的不道德 亦是地球有生命以來最大的不公義 因為我們人類亂搞 雖然是美國 歐美 但是都是人類 人類這件事搞出來會害到街坊 你想死自己跳樓 當然沒有人走過的地方跳下去 他現在就是 他又死了 不然又被捱到別人走過 死了多一個 這些叫做不道德 因為人類滅絕本來沒有問題 因為每個人都會死 滅絕就是一起死 早點滅絕就死少一些人 因為如果還有更多人 加上更多人 聽到沒有 這是歪理 不過其實沒所謂 最重要的是 喂 你 死得 有沒有尊嚴 有沒有類到街坊 我們現在就死得沒有尊嚴 好像會死得沒有尊嚴 不類街坊 不類其他民主水 這些就是 人類整體的不道德 未來會怎樣 這裏由最近發表報告計算出未來 如果繼續說經濟發展 然後跟著這條紅線上 世紀末會升四度 如果是四度的話 人類應該沒有 人類應該沒有 或者剩下很少 就是那些窮鄉僻洋的地方 他們能夠自己種東西給自己吃 成事一定要先想 但是如果我們 突然間 每個人都說 劍撲不會拼命買東西 穿到爛才買 然後 就盡量不要那麼浪費電 也不浪費能力 勉強我得救 因為會升到兩度左右 那條線是淡黃色的 這個就是 沿浪我們未來 未來地球會怎樣 人類會不會滅絕呢 是看我們買多少東西的 看你家屋 是不是亂來用能量 是不是那些金融人 亂來幫我們 開大個寫字流用很多冷氣 如果世界沒有金融服務業 省很多電 因為香港商業用的電 是多於家庭用的電 幾倍的 綠色團體是叫我們在家省電 不會用的 其實我們家庭用電 用的能量是全香港的五份 五份一人省 另一班不叫他們省 不行 中國發展可不可以事 中國經常說發展 剛才我們見過 美加澳人口是全球的五個百分 但它用的能量是全球的二十一個百分 這是超級的壞人 我們人口是它四倍 如果我們去到它的生活水平的話 我們耗用的能量是全球的84% 中國的軍隊有沒有可能這麼厲害 打人家全部都不用電 我給自己用 第一霸權我們不想做 我們捱過這個苦 第二也可能沒有能力 美國人也用了很多能量 他肯不肯給你 所以中美終須一戰 如果我們這樣做 我們到時中國排放的二氧化碳 就是現在全球的總數 因為我們那個能量 我們那個效率低 只是我們中國已經打死全球 因為現在放那麼多二氧化碳 是已經在死的 人類幾乎一定滅絕 所以中國不能走 別人美國的經濟發展 這是我數照過去幾十年的東西 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 剛才你看到經濟發展有多強調 結果 推消費主義 但是消費主義原來就是這裡拿天然的東西 那一頭就洗掉它變成垃圾 經濟越是轉得快 越是多垃圾 越是損害天然 這個走不掉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就是靠用天然的東西 變成人要給錢買的 這是最基本的 所以搞出污染 又有極端天氣 然後糧食要減產 又有那些古靈精怪的病菌出來了 古代的病菌出來了 以前有很多二氧化碳 後來二氧化碳也少了 這裏落地底 現在有這麼多二氧化碳就上來了 現在有很多古靈精怪的病 因為細菌沒有問題在這裏變化 接著就變了 人還沒變 很多人在80年代出生 現在還沒結婚生小孩 人類一次變成基因的機會都沒有 人類已經變成一千次了 病菌已經有辦法搞定了 適應了 人一次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經常給年輕的女兒 希望你們快點結婚給人類 兩個生兩個才開始做發展 你看這段時間是重傷思想 結果是財富很集中 貧富懸殊很厲害 這不只是在香港說的問題 是全世界的問題 然後這幾十年經常都說 賺錢賺錢賺錢 結果有些人很有錢 有財無德 死人寫錯了財 錢的財 不過現在世上也有些人是有財無德 讀MBA的那些 剛剛跟張孝鑑說的 現在是一個人剝術人的時代 然後那些人很厲害 說小政府大市場 小政府大市場是1980年代才開始說的 是列根和戴卓爾夫人說的 把政府捏到小了當然好 控制不了他 那他就賺錢了 結果現在是雙團控制了政府 不只是香港 全美國也是 全球花 全球花結果不是 副國剝術了貧國 把他的污染出口到別人身上 所以所有事情是經濟發展搞出來的 結果是隱形奴隸制 就是多勞門有多德 你們不要相信那個廣告 為先優內地又稱為優先優 內地叫什麼 為先優 多勞是不會多德的 因為多勞是被人剝削得更多的 過去那段時間中低層的薪水沒有升 但上層的薪水是幾倍的升 在美國 剛才我看了一本書 北斐特和Bill Gates兩個人的身家加起來 就是美國低下 那百分之四十的人擁有的全部財產 兩個人是下面百分之四十億多的人加起來的全部財產 即是香港有一兩個人 有錢到是我們 百分之四十、四七、二十八 二百多萬人加起來的財產 有沒有不妥? 當然是不妥 不斷叫我們買 於是我們發人粗不憂 社會崩壞 好像在說耶穌那樣 在這樣的成績下 除了環境出事 應該社會多次 城市就完蛋了 人類都完蛋 問號 什麼叫做發展? 給大家看 順便的嬰兒 不斷為那些什麼什麼 加什麼數 一邊吃 年歲月一邊越變越大 有些人就不一樣了 由嬰兒子變成小孩 讀書和談談 變成一個正正經經的成人 有思想又豐富的內容 我們現在經常說GDP要搞大 就是上面這樣 但如果我們做事 改變的話 上面就獨孤了美GDP增加 那些叫做增長 不是發展 是沒有腦的發展 下面這些才叫做精神豐富的成長 對嗎? 你們選誰? 誰選上面的舉手 誰選下面的舉手 誰都知道怎麼選 但是全世界的政府不懂得選 他們選了上面 像香港 多些自由行 完全沒有改變做事的方法 總之希望量增加 就是上面 你怎麼選?你們選了 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就是要人類不要絕種之德 還有 每一代人的人都開心 這樣才是好事 人出來做人幾十年有什麼要求呢? 開心 如果不開心就碰撞牆吧 最環保 即是跳進海後人家找不到最環保 還有就是 其實要用的能量應該是用當代的太陽光 就不會用古代的太陽光 這樣才會 你一路負責 你原來有的錢 這是真正的意思 還有不要搞爛地球 歸根到底氣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要搞爛氣候 還有不要搞爛總體的生態 因為我們吃的東西在那裡來的 害我們的菌也在那裡來的 我們和自然的關係 一邊就會殺你 一邊就會養你 那裡就真的要平衡 聽不懂嗎? 自然對我們來說 不要說我要擁抱自然 那棵是七樹你擁抱後就一身癢 既要熱愛又要尊敬 你知道七樹要令你癢是一道尊敬 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我的公仔是這樣的 我們是有目標的 我們是要 搞到所有人生活開心 然後 他的人性能夠體現出來 人性能夠體現出來 第一他能夠生存 第二我們要有生活的 第三 到他拜拜的時候他得此生無悔 要有個生命 要活出生命才叫做好事 紛紛得出來 好像在搞中文那樣 生存生活生命 我們真是希望有生命 這就是要人性能夠體現出來 然後 有什麼要撐住他 要有氣候適當的 要有食物撐住我們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有病會搞死我們 這個是殺機 這個是生機 這些真的要平衡 我們不要搞到 疾病比生物更厲害 所以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就是要看這三樣東西 我們搞什麼經濟 社會 什麼 是不要搞爛這三樣東西的 而這三樣東西 就是所謂自然 就是自然 所以其實我們的人生 要靠自然托住 重點不是說環保 我從來都不認識自己是環保份子 而是和自然共生 和自然共生才是可持續發展 或者永續發展 而發展什麼呢 生存活生命加起來 實際上是靈性 靈性 靈性 你喜歡英文 人是要和自然共生的 是怎樣的 要利用自然的生機 用它那些東西 不過你要珍惜和讓它循環不適 這個世界是沒問題的 東方思想循環 第二 要知道自然會殺我們 所以科技要善用 我們現在就是亂用科技 以及要敬愛自然 不知道哪一棵樹能不能玩的就是七樹的豬 這就是控制著自然的殺機 然後我很強調 生活的活字是 有條舌頭噴口水 重視人倫 大家聊天 聊天是最開心的事 這個 吹口水 背獄龍星 事實是真的 不過很多年輕人當作是 當作是講故 靈性就是人和自然的聯繫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緊張這個郊藝公園 因為靈性說到最後就是和自然的聯繫 下面有一個巫師上面 剛好到上面下雨的時候叫做靈 看到嗎? 很久沒雨了 找個巫師去張一說 那巫師不知怎麽才叫天下雨 就是這樣說話 用山話口的代表說很多話 說一下下雨 那些人說 靈性就這樣寫 人和天的關係就是這樣 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是不用燒煤也不用燒炭 燒炭也不會影響氣候變化 為什麼? 很多人都不知道 炭是由樹枝汗乾變出來的 又不用燒煤也不會抑鬱也要燒炭 又不需要擁有XYZ 我有三個字沒有的 現在的名牌只有兩個 其實最簡單 我完結了 其實我們 如果為了全地球為了全人類 自己做事 就是減弱生活 我說劍撲生活 那些年輕人說老餅想我減弱 減弱好像高級一點 你的人會自然開心 因為你的人性會走出來 而且你也不弄壞自然 所以自然也會開心 人很簡單 要開心 像我這樣 拿著鏡子看著一棵樹 看著鏡子看著鏡子有什麼好處 他們說有沒有拍照?沒有 有沒有打著?沒有 你去做什麼? 我說看完回家 看完回家?那你拿什麼回家? 這就是物質主義 我拿了一個非常美好的影像 在腦袋裡 我以後不久都想出來 很享受 不用本 完全不用用能量 不用燒煤 是很簡單的 你待會出去看看 走上去的公園 很安靜的 坐在那裡 很享受 比你去游泥 就是這樣 總之氣候變化 就是因為我們的經濟方式 如果我們的經濟方式是非常不道德的 因為它會令到弱勢的人很可憐 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要想一下 真正如何調節好我們的營運 我們人類的生活 要調節三樣東西 就是氣候 失病 和食物 這三樣東西 就真的要拿到它有一個平衡 中度 人就可以延續下去了 為什麼我的題目是這麼定的? 因為原來全部都拿了一堆 很感謝大家 讓大家都聽到 大家好 我是Sammy 林先生 你其中有一點 我非常贊成的 就是 若困的朋友 最直接會影響 經濟和氣候 影響到他們的 但是我有一列其中有一個圖 老闆工廠 用了天然的資源 做到最後做了垃圾 但是這個圖在現在這個年代 垃圾可能再循環再做到事 還有你今天所說的 presentation 也很生貴 用很多很活躍的說法來講 但是側重了我覺得 是不是消費一定不對呢 平衡消費會不會好一些呢 很多人都說 資源循環而已 但是你現實看 是很難的 那些煤燒了 等三億年後 這個是 臨時性而已 石油現在應該是低的 行內的人都估計 其實是幾十年而已 石油 幾十年而已 現在就說有些什麼 液癌器 徐立芝校長說 前幾個星期去到美國 MIT的教授告訴他 不用怕 沒問題 那些液癌器 我們可以用多二三百年 校長回來說 多二三百年就可以了 後面那些呢 現在 有些東西真的不能轉回頭 那些言語也不能轉回頭 還有 慶死我們了 現在是說全球平均氣溫升四度 生物大洗牌 這些事沒有很多人在想的 其實環境 其實所謂的環境是佔起我們所有的 你打爛那個環境 其他東西沒有話說的 最傷的一件事 我們交換了兩個後果 一個就是慶 一個就是 今上你的物質 鐵 永遠沒有的 有些人說不要緊 太陽能 太陽能板要用某些東西做出來的 他們發覺那些東西原來 都是多銀行 核電 沒有問題 核電原來用核電 那些材料又是幾十年 我們在看全部都是幾十年 對呀 當然資本主義入面 我畫了那個圖 剛才說是很壞的 其實如果能夠平衡那些工資是相對地高的 如果大家真的不是買那麼多東西 那些人生會不會錯 只是很不幸 過去的三十年 這件事沒有出現 這些實驗證明 不用說道理 之前都好像可以的 其實在100年前都可以的 歐洲和英國都可以的 但是最近這三十年 一間公司的頭和下面的OA的 薪水的比例 由幾十倍變成幾百幾千萬倍 這樣 在這段時間 全球化的後果是最低工資向下走 最高工資向上走 你明白嗎? 我們要欠人才 那就欠到上面的高 接著 你這裡便宜我就來 你現在要加薪 我去別人更便宜 最低工資向下走 最高工資向上走 在那三十年 全球化是令到資本主義完全走歪了 我這樣的理解 大家可以不同的理解 請問最近的氣候變化 跟澳洲大火 十月大火 跟著是菲律賓 那個超級颱風 跟著是美國超級颱風 超級颱風 有沒有雙年關係呢? 還有有沒有預測將來未來 下一個超級颱風去到哪裏呢? 還有怎樣預防? 每一次那個風 就很難說是氣候變化搞到那個風出來的 但是 如果用統計數字來講 就是過去那二十年 和再之前那二十年 那些天災受災的人數看 就很明顯增加了 紅十朝有些數目 不會增加了 也就是說受災的人越來越多 就是有天跟以前有些不同 所以從統計上看 都覺得有 以對人的影響來講 單獨一個風說是否氣候變化 就很難 今天這件案子是不是西風日下搞出來的? 不能這樣說 但是一年一年越來越多非禮案 你就知道西風日下有關係了 所以用統計的方法來看 逐個就不行了 2013年9月那些 是講了未來的極端天氣會多 在陸地上下的那些雨 就會集中了 和強了 不是以前大家一起下微雨 而是集中一點下強雨 所以這種強度的雨 越來越多 證據也很明顯 我們香港其實很明顯 以前一百年一遇的 現在可能是二三十年 以前二三十年一遇的好像年雨也有 所以他沒有處理也發覺 他沒有處理他們現在要改幾次 因為越來越密 就是這樣 總之是極端的 又不是挖定下雨的 香港可以晨起來變得很悍的 其實以前是穩定的 現在你弄歪了它之後 它會敲得更大 譬如現在 美國這個洞 是因為現在它說什麼極地船窩 很複雜 其實以前不會這麼大變動 現在因為東西歪了 變動大一點 所以搞到它特別冷 不過 它冷而已 西伯利亞其實是很大範圍 很熱的 會頂住它 如果加起來都是全地球變軟 極端的天氣會變多了 而且熱之時會變得有點冷 但你說多麼少會發生呢 不能說 然後說要頂住 怎麼防它 如果你有錢就能防它 這世界很不公道 好像不知誰在香港某個地方建造過 好像防空洞那麼堅強的屋子 或者是防空洞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就問旁邊 我也不知道 很難度 亂吐 如果你是否很會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大人嗎 我已經說 這句話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我已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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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 那我已經說 你不是說 我已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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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怎样做? 他可以怎样做? 我也不知道 但他好像基本上在人工岛上搞的 他未必一定在大嶼山本岛上搞的 我希望是这样的 一刻不过意 阴奥又填了 一刻不过意的大豪小号又填了 时代的潮流是这样的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精英分子 因为他生活太良好 他感觉不到其实对他有危险的事情 因为有很多事情保护了他 我们现在在香港走近的方向 那些什么马亚民族怎样都没有了? 其实气候也在变化 不过他在下面供应 下面供应很辛苦 但他几个人吃几餐很容易供应给他 所以他们的精英分子 对这个世界变化没什么感觉 结果到他发觉那时候已经没得救了 现在我们全地球 或者香港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那些精英分子 生活都不错 你说的那些事情都不关我的事 最重要的是他跟着数目自造 最重要是数目自想 这就是大件事 怎样搞的? 我都没得搞的 我又不是粮粉 这些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搞的 我想了几年 我想一下我六十多岁了 一我没有精力搞的 我搞来也不关我事 应该最大影响那些人 三十多岁、四十岁的人去搞是最对的 我不可以假设这个世界所有问题都我去解决 我就是周围讲一讲 希望你们所有人成立的关注组 我就可以 我想请问你 中国怎么处理呢? 如果国策是经济发展的硬道理 还有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印尼的苏文塔纳 它销树林的处理方法是为了什么? 那里呢 有些就是叫它来做木 因为它们也很有趣 它们也很漂亮 第二就是要去种油棕 就是Oil palm 那些Oil palm生产中油 这些东西就是生物原料 可以转做原料 那些有科技的集团在那里 所以我要种很多很多油棕 那就多砍一些树 那些树民真似无 就因为要搞生物原料 结果就砍了树 怎么要烧了它呢? 它不一定是烧砍的 有些是烧 烧最快的 不用做事 这些其实是简单的 那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我下面说的东西是香港人很不喜欢听的 第一 中国未来的发展 是要科学发展观的 要明白上面的道理 知道中国不能走向美国的方向 因为有些科学 有些自然的规限 所以中国的发展方向 是要想清楚这些很基本的科学 第二 我们的经济发展 再不能够用高耗能 用很多能量的方式去做 我们要做一个折弱的发展 折弱型的发展 即是说我们是少用物质的发展 不用那么多燃料的发展 可以这样的 只要发展不是建屋 只要发展不是建桥起路 只要发展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屋 总之是发展是截弱型的 人家又可以我不行 不好意思 中国跪得太迟 如果200年前我们建立了 现在又在美国投诉我们中国的东西 我们是很不幸的 我们是时机不合 我们发展得太迟 但要认命 这没有法子改 我们的中国就是 我们的发展 不只是想起东西 或者拥有东西 而是擠入人 但是令到生活舒适 在这样的情绪之下 很惨 人家又可以参与我不参与 所以有第三件事 就是要促进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存在生存 有生活 和出生命 什么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大家之间是和谐相处 大家有所谈 看到绵帝嘻嘻嘻嘻嘻嘻 不是我骂你你骂他 所以我们的发展方向是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刚好是内地很流行说的 科学发展官 接下来是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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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社会 但他们一听到和谐社会 大家很多人不喜欢 但中国在连续这个自然的规限之下 只能够走 因为目标就是人民开心 不是人民拥有这么大的电视 我们的目标 从政人的目标就是令人民安心 安居乐业 有些事要做 对世界有些贡献 然后他们安居有定处 安居包括同家人 有些亲戚来往 有些人性生活 所以为何现在内地都会说 五子、孟子 就是因为没有那些事情 是没有和谐社会 每个人想自己 所以中国的发展很有趣 是要走回我们古代的孔子 孟子 孟子 又要加上孙子 又要加上老子 加上墨子 因为他们每人都在一边 如果我们跟着那边 就执着一边 我们要回来 但那些古代的智慧是很厉害的 我抄着《道德经》 抄着抄着 为什么想到这么厉害 六十岁才能 年轻人有时难 所以中国的发展 一定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不过现在看不到 它真的走到 不过自从去年的冒霉 我觉得有点冲击 所以在Google上才有这么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很厉害的 没有发展想像的 因为大家连高层的 他也没有气急 他才明白 所以这次也算幸运 我希望这是一个转机 呼吸比经济发展更重要 这个比较硬 更硬 算有问题吗? 有人说 有些方法 将他这头烧煤 然后在某些地方捉了他 然后压压了一块东西 然后卖到地底 那就好似 放在哪里呢? 放在你那里 还是放在我那里 当然放在你那里 当然放在你那里 是吧? 接着就是 放在海里 近我的海 还是近你的海 一下子不过意 突然间在下面 上回来 那里的东西全部都死了 硬不得 有些人说 在那里抽了石油上来 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折在下面 那些东西是有些东西的 那些东西的地质 当然是有些东西困住他 是吧?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遲些不想回来呢? 很害怕的 很害怕的 还有就是 鱼氧化碳 鱼氧化碳 鱼氧化碳变成了一块东西 是很大一块的 很大一块的 很大一块的 你们真的很难想像 他们说 如果要把船 现在射出去 那些氧化碳变成了一块 是很多座大山的 哪里肯给那么多空间 每年啊 每年也有几座大山啊 用科学解决吗? 你读什么科 你读文科的 你读理科的 你读文科的 你读理科的 都很少有 其实现在读理科的人 越读越不相信科学 因为我们现在的麻烦 全是科学搞出来的 但是读文科的人 很相信科学 一定会有些东西可以解决问题的 哈哈哈哈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不是读科学的人 这么对科学 这么有信心 我读科学也不相信 这是很大的矛盾 因为科技 又有少少的原理 变成用了 是几十年 一百年 现在可能缩短一点 可能是三十年 三十年都来不及 三十年都来不及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 突然间 都不见了 不放月亮发探 大家先想一下 那个惰性还会继续升 还会升0.6度 那连拜拜也会继续升 而且有方法可以收买 就用得更多 人性是这样的 那些科学家工程佬 以为自己很厉害 发明了一些省电的月极管 以为很厉害 能量的使用能量很高效率 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光管 那些广告招牌 要换 那些承判商说 现在可以用二极管 不用那么多钱 而且将来都会很省电 老板说 谁叫我省钱 用同样的策略 那就搞到广告很光 现在的光管 为何这么光 因为它省电 省电就省光 结果有人用那么多电 是吧 human nature of cities 任何科技的进步 只会变成更大的破坏 这是历史证明 这是不用理论的 这是历史证明的 因为科学才会令到现在贫富延殊更大 如果科学变成更差的话 大家做不到事情出来 做坏事 科学越厉害 坏事越大 而且一个人做的坏事越来越大 控制着科技和信息是很大很大 所以为什么现在最有钱的人是搞资讯科技 是搞资讯科技 其实我们读书多的人 也有少少是欺负一些 读书少的人 我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做坏事 所以才到处说这些 希望你们做少些坏事 每个人都在做坏事 有人听完我说话之后 有两个礼拜不买衣服 就告诉我 我两个礼拜不买衣服 不止是两个礼拜 人性很难改 而且好像很遥远 一百年后 或者五十年后 都不在 我说了 我说了 不知道在2050年 没有冬天 他马上算 2050年我死了没有 一算 我死了 没问题 人是这样的 但其实不是 我们作为整个物种 是要想整个人 因为我们人生出来 直到一万年前的东西 我又有荡荡 每天都在想餐饭吃 怎会想一百年后 我们的脑袋 是不会想一百年后的东西 在街上的人 是没有可能想到的 其实那个人 虽然穿着现在的衣冠和以前不同 但是脑袋 还是一万年前的 又有荡荡的人 一万年前到现在 只有四百代 四百代变的东西很少 所以现在我们是 以油荡的人 在城市里面 存在乎屈免 所有的东西是有得解释的 不过中国的发展是很惨的 我们来得太迟 不可以做霸主 因为现在你不可以跟他们打仗 因为GDP也不等于你不让人 八国联军进入这个国家 我们当年在八国联军进入中国的时候 一百...一百...几多? 四几?五几?六几? 不记住了 总之是十九世纪中 我们当时的GDP是世界三分一 全世界三分一的GDP在我们中国 又是被人打进来 人家几千个兵 现在我们怎么跟他们打 美国人什么都不帅 最帅的就是武器 他进来我们中国解放军 是绝对受不了的 我认为 有时候说 中国现在经济强大 经济强大有什么用 历史证明 清朝时经济全世界最强大 被人一直拒绝 经济大是没用的 现在这段时间 是要学习 像小平所说的 要韬光养父 要捆弃 没法止 不过是要改善自己人民生活 我认为这段时间 不要再说什么增长了 不要做大嬷 要做整个国家的精神建设 内地穴 全国家的精神建设 如果我们用香港话 就是人心的循数 要做以前 我们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 互相人爱 那些好像很老饼 我改了名字 叫做 The Principle of Human Relations 立刻在MBA科学习 都能读 是个名字 但我一说是伦理学 也没人读 但我们中国的伦理 和木伦 其实就是愉快 和开心生活的基础 我们要想中国的发展 不可以靠美国那种掠夺式的发展 是承认自己国家有那么多东西 在这个基础上 不是计划 人们可以继续来往 但不要想着什么都让我们进来 自己搞定它就最好 还可以抑制人 但千万不要想着 每个人都有 每个家庭都有四辆车 那是没有意思的 我说不好意思 就问一句答应 也就是 多谢林先生 都很好听了 今天下午收到很多东西 又听到开心 其实林先生为了今天讲座 昨天12点才发电话给我 所以他真的很用心做这个讲座 为了多谢林先生 说了这么好的讲座 我们明德学院的校董会主席 张维林先生 会自送一个纪念座 给林先生的 不好意思 我骗了这么多人 希望我愿意废了 如果我小时候你是我的补习老师 你教我第一个人 我骗了很多 我们很有关系的 拍一张照片 进来 不好意思 先拍照片 再拍一张 待会大家不要走 我想再拍一张照片 好 好 多谢 我想站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我蹲在这儿就可以了 哈哈 我们站在这儿是不好看的 我拍过的 我猜蹲的 好 行不行 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 我想见他多一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讲一次 不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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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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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